只因拥有能够净化诅咒的能力 他就被变态公爵关入地牢折磨多年 最后被榨干所有气惨死去 一招重生后他意外成了恶魔公爵的宝贝女 还变成了三位少公爵的心肩宠 冷漠冰山哥哥被他的真情所打动 能驾驭超强冰冻能力的傲娇少公爵对他一见钟情 就连拥有狼族血统的怪物少公爵都被他所吸引 在洛克帝国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四大公爵 加有着比国王还要大的权力 而且由于这份力量只有直系血脉才能继承 更让四大公爵的地位无法被轻易撼动 不过拥有强大力量的同时也伴随着致命的风险 他们每用一次能力就会遭到欧姆诅咒的反噬 久而久之四大公爵家的每一任继承人都逃不了早逝的命运 但其实欧姆诅咒是有办法进化的 只要找到传说中世间仅存的治愈能力者就行 而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的小女孩就是那个治愈能力者 母亲去世后她便被舅舅卖去了奴隶市场 然后又在那里被维尔公爵带回了家 起初她以为那是救赎 却不知那是地狱的开端 维尔公爵带她回家完全是只想利用她的治愈之力 根本就不在乎她是否会因此痛苦 忍无可忍的女孩也尝试过偷偷逃跑 但每次都会被维尔公爵重新抓回来 后来她干脆也不在她面前继续装温柔了 而是直接把她扔进了地牢 就这样被折磨了十年后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临终之际她祈祷上帝让她下辈子不要再那么痛苦 但上帝似乎并没听到她的祈祷 她再次在熟悉的小坡屋醒来 而舅妈则妈妈咧咧的进来让她快煮早饭 她竟然回到了七岁的时候 而且还是妈妈去世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说她现在还没被舅舅卖去奴隶市场遇见维尔公爵 那说明一切还有机会 这一次她要逃离维尔公爵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想到这里她毫不犹豫的状态舅妈冲了出去 而舅舅也在她身后穷追不舍 当她跑到一处拐角时 与一个男人撞了个满怀 看到男人那一身贵气的模样 女孩大带猜到了她是谁 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就被侍卫当作小偷给抓住 这时舅舅也刚好追了上来 听到舅舅想把女孩卖掉顿时引起了男人的警觉 再看到女孩那害怕的模样 男人蹲下身问起了她的年龄 在侍卫的鼓励下 女孩哆哆嗦嗦地告诉男人自己今年七岁了 男人听到这话大吃一惊 他这瘦小的模样看起来就和五岁一样 不过七岁的话倒是刚好比他家儿子小了两岁 而且他看起来那么小一只 应该能和那小子好好相处 想到这里男人当即提出希望女孩能和他一起回家 女孩被男人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不过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和舅舅回去还是会遇见可怕的维尔公主 一想到自己会重蹈覆辙女孩就止不住的害怕 但他对面前这个陌生男人也充满了戒备 你会强迫我做不喜欢的事情吗 男人显然没想到女孩会说出这种话 当即恶狠狠地瞪向了舅舅 看来他的原生家庭问题很大 接着他一把把女孩抱进怀里 放心到我永远也不会强迫你做不喜欢的事的 女孩得到她的承诺感动不动 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和他一起走 等舅舅反应过来准备上前理论时 却被侍卫一把拦住 大叔我想我们需要好好聊聊 等男人带着女孩坐上马车后 他才终于有机会好好打量女孩 一头乍毛的银发让小姑娘看起来像一团灰尘毛球 突然女孩开口问出了一直憋在心里的疑问 请问您是不是四大公爵之一 如果是的话您具体是哪位公爵呢 男人没想到平民窟出身的女孩 居然这么轻易就识破了她的身份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女孩一听这话老实交代了自己的发现 你穿的衣服看起来很贵 而且周遭萦绕着很多欧母 男人被她的洞察力折服 你猜得不错我是罗德公爵 女孩听到这名字大惊失色 听说拥有控制气息能力的罗德公爵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和维尔公爵是一类人 那她可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行 绝不能被她发现自己是治愈能力者 尽管女孩是这样想的 但七岁的身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早就疲惫不堪 终于她忍不住靠着扶手沉沉睡去 但她睡得并不安稳 竟然梦到了前世临终之际的画面 原来那时候维尔公爵战败 没想到值钱东西的侍从们 就把主意打到了她头上 想把她卖给别的公爵换点钱 但那时她早已是游进灯窟 在彻底失去意识前 她看到有三道身影来到了地牢 应该是其他几位公爵吧 也是她的能力多么抢手啊 她这一生过得实在是太痛苦了 无尽的绝望感染了今生年幼的她 让她忍不住在睡梦中嚎啕大哭起来 罗德公爵见状轻轻拂去她眼角的泪珠 她实在想不通这瘦弱的小姑娘 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 哥哥要杀了妹妹 妹妹却丝毫不慌 还在哥哥面前演起了戏 直接把哥哥整无语了 就在不久前 女孩在被罗德公爵带回家的途中 不小心睡着了 等她再次醒来 已经是在一座奢华的伏笛里 旁边还有个侍女静静注视着她 吓得女孩猛地坐了起来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侍女见她这么样连忙解释道 你好我叫安娜 是罗德公爵府的侍女 女孩听到这个名字心头一紧 在看到被自己搞得脏兮兮的沙发 连忙爬下沙发疯狂道歉 对不起 像我这样的奴隶 居然把昂贵的沙发给弄脏了 安娜听到这话内心五味杂陈 先前她从杰德那听说 小姑娘差点被卖为奴隶 还不以为意 没想到她居然这么卑微 自称是奴隶 真不敢相信 她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 突然女孩的肚子 发出巨大的哭哭声 安娜连忙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示意她不用在意沙发的事 然后就准备去给她拿些吃的 结果她前脚刚离开 后脚女孩就陷入了 深深的自责中 她太害怕被这个家里的人 讨厌赶出去了 因为一旦被赶出去 又会重复前世的悲剧 好在罗德公爵和维尔公爵是死对头 只要能继续留在这里活到14岁 应该就能彻底摆脱前世的命运了 正当她这么想 使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什么呀父亲又捡了没用的东西回来 一抬头她就看到一个少年 满脸不屑的椅在墙边 她的周遭营绕着浓郁的欧姆 想来她应该就是罗德公爵的儿子迪恩 被这么多欧姆缠身 一直以来应该很痛苦 但女孩也只能装作不知情 否则就会暴露自己治愈能力者的身份 这时安娜刚好拿了食物回来 看到迪恩在这里顿时有些不安 少爷你不会想对小姐使用能力吧 迪恩被她这么一说很不爽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还有赶紧给这家伙好好洗洗吧 她身上实在是太臭了 说完这些迪恩便摔门离去 而安娜则立即给女孩洗了个澡 还顺便帮她剪了个新发型 一顿操作下来 女孩变成了超可爱的妹妹头乖乖女 让安娜对她爱不释手 这时杰德刚好带着管家来探望女孩 看到她暴改后的模样惊讶的不行 不敢相信原来那团脏兮兮的灰尘毛球 也能变得这么可爱 而一旁的管家当即咳了几声打断了他们 那个小姐你好 我是罗德公爵家的管家 我是来传达公爵的口信的 公爵想知道小姐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如果没有的话 他会帮您取一个新名字 女孩听到名字 就想到舅舅舅妈总叫他寄生虫 而上辈子维尔公爵给他起名艾根尼斯 但他现在想起那个名字就生理不适 于是干脆就说自己没有名字 管家得知后当即表示会上报给公爵 让他替女孩起个新名字 安娜和杰德也纷纷对女孩表示了祝福 罗德公爵家很多人都得到了公爵的赐名 有了新的名字后就代表要迎接新的人生了 相信女孩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当天夜里杰德便和公爵汇报了女孩的情况 然后又告知了公爵关于舅舅的调查结果 原来当初女孩的母亲由于患有精神疾病 不适合照顾孩子 于是他只能把女孩托付给了舅舅 而舅舅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好好照顾女孩 反而把他当做敛财的工具租给乞丐们 等到女孩大了一点就把他当奴隶使唤 还天天毒打他 最后甚至要把年幼的他卖去奴隶市场 可以说舅舅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 公爵听到这些也是唏嘘不已 没想到这孩子居然过得这么苦 于是他当即大手一挥写下了女孩的新名字 并嘱咐杰德明天早上交给女孩 让他亲自读出新名字后才能拥有他 在此之前谁也不能打开这个信封 杰德对公爵的安排一头雾水 女孩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能识字吗 公爵听到这话却识然一笑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是那个看透生死的孩子说不定能做到 之后他又嘱咐杰德如果女孩能成功得到新名字 那么就要再好好收拾一下舅舅一家 毕竟他以后就是他们家的一份子 而此刻的女孩对这些浑然不知 还在为了第一次睡这么好的床激动地睡不着 这时他突然发现迪恩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窗边 一脸不屑地看着他说道 魏小狗我们又见面了 真是的他到底哪里想懂了 非要起这种奇葩的外号 看到他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 迪恩毫不犹豫地掏出匕首抵住他的脖子 小狗你就一点也不害怕吗 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 女孩知道哥哥并非真心想杀他 因为他周遭没有笼罩像血一样的红色气息 但如果哥哥想看到他害怕的模样 那他就姑且陪他演演戏吧 结果哥哥见到他这副淡定的模样郁闷不已 不过想到自己之前用这招成功赶跑了那么多小孩 他也就没再多想 而是威胁女孩明天赶紧消失后就准备离开了 女孩望着她的背影有些无奈 为什么你那么希望我消失呢 哥哥一脚跨上了窗台漫不经心地回道 因为我讨厌所有人类 传说中冷血无情的恶魔公爵 竟突然成了超级女儿控 不仅把贫民窟带回来的小奴隶宠成了小公主 还赐予了他新名字让他叫自己爸爸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转变 女孩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前不久初次来到罗德公爵家的女孩 在夜里被狄恩威胁滚出他们家 尽管听说了狄恩非常排斥外人 但女孩对此还是很不解 不明白他究竟经历过什么才会变成那样 因为这件事让他第二天起来吃早饭时都耿耿于怀 不过还没等他过多思考 杰德便带着信封找到了他 在得知公爵的考验后大家都担忧不已 生怕女孩读不出名字 没想到女孩打开信封后却十分惊讶 那个是不是搞错了 上面怎么写着特里切罗德 大家一听他把名字读了出来连忙纷纷道喜 恭喜你获得的新身份小姐 女孩听到小姐这个称呼更是一头雾水 这真的是他的名字吗 他居然被冠上了罗德公爵的姓氏 而这时公爵刚好赶了过来 在得知女孩已经读出名字后 他便静止走了过去 看到女孩那一头利落的短发公爵欣慰不已 看来他们把女孩照顾得很好 女孩见到公爵过来当即问出了心底的疑问 女孩的机会本来就很少 而他居然还摇身一变成了四大公爵家的人 难道罗德公爵也想和维尔公爵一样 用以家为名的枷锁束缚住他吗 正当他沉浸在过去可怕的回忆中时 突然被公爵的声音换回了现实 你没事吧 脸色看起来好像不太好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可以帮你换一个 反应过来的女孩刚想回应公爵 却突然开始不停打嗝 看到女孩断断续续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公爵当即把手放到她头顶 悄悄动用了能力 他居然不顾自己会遭受诅咒为他使用的能力 难道他其实早就发现他是治愈能力者了吗 毕竟前世维尔公爵可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而今生罗德公爵出现在平民窟总感觉不是巧合 那他会不会也像维尔公爵一样把他关起来 不过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如果被赶出这里就会再次落入维尔公爵的魔爪 所以他还是先想办法留下来 我不讨厌这个名字 相反我很喜欢 公爵听到这话总算松了口气 立把把他抱了起来 很好那么从今往后你就叫我爸爸吧 等到安顿好女孩后 杰德找到了公爵 您真的要收养那孩子吗 平民一跃成为贵族肯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到时那孩子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公爵对此却不以为意 他认为那些无知的人翻不起什么大碗 紧接着杰德就提出了自己的第二个顾虑 那就是一项很排外的迪恩 这次多了个妹妹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 应该不会想杀了他吧 不过公爵收养女孩也是为了迪恩好 就是杰德总感觉公爵和女孩 明明中是被某种力量互相吸引的 否则一向冷血无情的公爵大人 怎么会那么在意一个平民窟的小奴隶呢 这是一个侍从匆匆跑进来告诉他们 女孩和迪恩不见了 而此刻迪恩正带着女孩前往怪物森林 女孩看到迪恩一直带着他 往森林深处走有些不安 连忙拽住他的衣角 哥哥我的脚有点疼 现在我们可以回去吗 迪恩一听这个称呼反感不已 谁准你叫我哥哥的 而且你脚疼关我什么事 女孩听到这话连忙松开了迪恩的衣服 好吧就像哥哥讨厌人类一样 其实我也有讨厌的东西 我很怕疼 所以我总是想着逃跑 但每次都会被抓回去 有次差点死了 却依然幸运的活了下来 哥哥听到这话很震惊 好奇女孩是怎么活下来的 在听到女孩是向上帝祈祷的后 哥哥突然一脸不屑 我才不信什么上帝 他从来不会实现我的愿望 女孩一听这话很好奇 哥哥许了什么愿望 但哥哥却怎么都不肯告诉他 看到哥哥落寞的背影 女孩突然很心疼 明明哥哥才九岁 却好像背负了很多东西 想到这里 为了赶走妹妹 少年把他带到了可怕的怪物森林 结果没想到妹妹非但没有计较 还在危急时刻拯救了他 就在不久前 迪恩趁着大家不注意 偷偷把女孩带去了怪物森林 但他异样的行为 还是引起了女孩的警觉 不过经过一番交谈后 女孩莫名心疼起了 这个年仅九岁的哥哥 于是便摸了摸他的头 以示安慰 等到气氛缓和后 他顺势问起哥哥 带他来这里的原因 没想到哥哥居然说 他想把他喂怪物 女孩听到这话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狠狠抓了把哥哥的头发 让哥哥疼得嗷嗷直叫 接着女孩泪眼汪汪的质问道 你就那么想让我死吗 就因为我接受了你们家族的信誓 哥哥尴尬的摸了摸脖子 我没想杀你 我只是想吓吓你而已 奈何现在的女孩 根本听不进去哥哥的解释 想到哥哥一而栽再而三对他下手 他就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 对不起哥哥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你的妹妹 其实你不敢我走几年后 我也会主动离开的 哥哥被他这副模样 吓到连忙哄了起来 好了好了 对不起小狗你别哭了 结果没想到这一动静 进引来了怪物们 看到越来越近的怪物们 以及逐渐变暗的天色 哥哥立刻紧紧抓住女孩的手 冷静下来小狗 我数到三就跑 三生过后 两人正式开启逃亡之旅 一路上哥哥都把女孩 紧紧护在身后 但随着能力的频繁使用 让哥哥开始体力透支 为了防止女孩 在他倒下后被怪物伤害 哥哥连忙让他躲起来 直到天亮 到时就能平安离开了 他甚至还威胁女孩 如果不躲起来就杀了他 交代完这些哥哥 就直接晕了过去 而女孩看到 哥哥周遭浓郁的欧姆 心疼不已 哥哥是为了救他 才会变成这样的 他绝不能丢下他不管 但如果对哥哥使用能力的话 可能会暴露他治愈能力者的身份 正当女孩纠结之际 哥哥已经危在旦夕 于是女孩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开始为他进化欧姆 对他来说 今生能遇到 爸爸和哥哥已经知足了 就算之后 他会被重新关入地牢 也没遗憾了 毕竟他曾短暂的 拥有过片刻的温暖 这次使用能力就全当报恩了 谁知他刚发动能力 整个森林 居然发出了奇异的光芒 然后四面八方 突然传来好几道声音 天哪 这不是治愈能力者吗 小孩你能和我们签订契约吗 只要成功签约 我们就能出去了 接着一片漂亮的湖泊 出现在了女孩面前 这下刚才说话的光点们 显得更急躁 纷纷要求女孩 快和他们签约 否则就要被最强星星发现了 因为最强星星 很讨厌治愈能力者 结果他们刚一说完 最强星星就来了 看到从湖泊里 窜出的巨大光点 女孩当即加快了 给哥哥进化的速度 尽管这会让他非常痛苦 但现在这种情况 还不知道之后 会发生什么变故 他不能拿哥哥的生命来赌 而另一边 爸爸和杰德 也在努力寻找着他们俩 由于今天是满月之夜 所以怪物森林 比以往更加危险 这让杰德不免有些担心 害怕哥哥真的会丢下女孩 毕竟他曾嫌弃过女孩很臭 但爸爸却不这么认为 以他对哥哥的了解 他是绝不会轻易丢下女孩的 而且他们家族的超能力 本身就是嗅觉 所以哥哥一向对气味很敏感 话音刚落 爸爸就发现了 晕倒的哥哥和女孩 而这时刚好有怪物朝他们洗去 爸爸和杰德 立刻击杀了怪物 赶到了他们身旁 幸运的是两人并无大碍 女孩还紧紧拉着 哥哥的手一围在旁边 任谁看到这个画面 都觉得很温馨 历经种种磨难后 女孩终于在今生 收获了爱她的家人 还意外和一只松鼠签订了契约 就在不久前 爸爸和杰德成功 救回了被困怪物森林的 女孩和哥哥 等到女孩再次醒来 已经是在一个奢华的房间里了 正当女孩迷茫地 打量着四周时 安娜猛地冲了进来 小姐你终于醒了 接着安娜便端来食物喂她吃 从安娜的叙叙叨叨 女孩捕捉到了重要信息 原来是爸爸和杰德救了他们 并且他已经昏迷了一天了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 什么向安娜问起了哥哥 结果没想到 哥哥竟被关了禁闭 而且安娜说到 这些看起来还有些幸灾乐火 另一边别人里 杰德也为哥哥送来了烦 看到哥哥裹着被子 闷闷不乐的模样 杰德破有些无奈 少爷你怎么还在生闷气呢 当你把一个 手无腹机之力的 七岁小姑娘 带去怪物森林时 就该做好觉悟了 结果哥哥表示 自己并没有在生闷气 其实他只是有些担心女孩而已 但嘴硬的他却不肯说出来 而是漫不经心的询问 杰德女孩有没有醒 杰德表示早上 才和安娜确认过女孩的状况 安娜因为女孩没醒难过的嚎啕大哭 害得他安慰了好半天 说到这里他突然反应过来 难不成少爷 其实你在担心小姐吗 哥哥一看自己的小心思 被拆穿立刻朝杰德扔了个面包 烦死了别在这傻笑赶紧滚 杰德知道他是害羞了 当即时向的离开 好的少爷我这就走 不过你别忘了吃饭哦 杰德离开后 哥哥的脸瞬间涨得通火 他才没有担心那家伙 他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而已 明明那时候用了那么多努力 结果醒来后 心脏的刺痛却消失了 在他昏迷的那段时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只知道爸爸找到他们 使女孩正紧紧握着他的手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明明他想杀了他 他却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还要守护他 那么他该接受那家伙当妹妹吗 这时哥哥突然听到 窗外传来嘻嘻嗦嗦的声音 正当他以为是 哪个不长眼的刺客室 结果打开一看 发现是狼狈不已的女孩 于是他二话不说 就背起女孩 准备给他送回房间 尽管女孩反复强调自己没事 但哥哥却怎么也不肯放大小人 少啰嗦好好待在房间里 该吃吃该喝喝 把自己养胖点 你实在是太瘦了 忽然哥哥注意到了桌上的书 这才终于让女孩有机会挣脱 结果下一秒 哥哥又指着小狗绘本 让他努力学习 毕竟他可不想有个文王妹妹 女孩早就对他 无缘无故看不起 他不爽很久 当即一把夺过绘本 表示自己会读 再怎么说 前世他也是个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 然而哥哥却根本 无心听他读绘本 而是兴奋地指着 上面的小狗说 每一只都和他很像 正当两人讨论的热火朝天时 爸爸匆匆赶了过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敌恩 原来在得知 哥哥不见了的消息后 爸爸第一时间 就猜到他会来找女孩 于是便直接跑过来抓人 谁知却目睹了兄妹俩 这一温馨的场景 这让他不由想起了 之前妻子在世时 就很憧憬一家四口的生活 但很可惜 最后他连同他们的 第二个孩子一起去世了 如果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能平安出生 也许也会像现在这样吧 很快爸爸的思绪 重新回到了现实 然后他便让哥哥 再回自己的房间 好好反思一下 哥哥走后 女孩忐忑不已 想到那天 哥哥为了就自己 差点丢了性命 就算爸爸把他赶出去 他也无话可说 毕竟哥哥是爸爸 唯一的直系血脉 结果没想到爸爸 只是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 还好没有发烧 女孩一听这话大惊失色 公爵大人我现在没事了 很抱歉让少爷陷入危险 以后不会再让您操心了 爸爸听到这话 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把他放到床上躺好 以后别说这种话了 我想应该给你定几个规则 第一禁止说贬低自己的话 第二禁止说自己是奴隶 第三禁止说自己很脏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从现在起 不要叫我公爵要叫爸爸 女孩看到对他如此温柔的公爵一头雾水 以至于他走了还没反应过来 直到从他的被窝里 窜出一只会说话的松鼠 起初女孩不知道这家伙从何而来 经他一提醒女孩才反应过来 他是那个所谓的最强星星 接着松鼠又滔滔不绝地 和他讲起了这个世界和星星的关系 首先世界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人类创造的文明世界 另一个是被遗忘的星星沉睡的坟墓世界 原本坟墓是被六颗星星王所统治的 直到某天星星王们发生了争执 其中四颗星星王来到了人类世界 并附身在人类身上 起初人类并不能承受这份力量 多亏留在坟墓的其中一颗星星王 创造了联系人类世界和坟墓世界的枢纽 也就是怪物森林 然后通过怪物森林附身在人类身上 诞生了治愈能力者 但那时在人类世界的四颗星星王 由于无法适应 只能回到坟墓沉睡 于是沉睡的星星王留下的力量 就只能通过人类的血脉传承 随着时间的推移 拥有超能力的人 所以星星王并没收回治愈能力者的力量 如果前任治愈能力者死亡那股力量 就会重新寻找新的宿主 而星星王会吸引那些继承人 来到怪物森林的星星湖 只要和这里的小星星签订契约 那么治愈能力者将不会再被诅咒反噬 同时小星星们也能获得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争先恐后 想和女孩签约的原因 但由于治愈能力者的不断更新迭代 导致星星王的力量被削弱陷入沉睡 所以造成了在星星王沉睡后诞生的女孩 而在小松鼠看来赐予女孩力量的星星王 是个妥妥的冤大头 所以不想失去星星王的他本想除掉女孩 但见到女孩那一刻他又改变了主意 因为他发现女孩居然是重生者 而逆转时空只有沉睡的星星王才能做到 所以为了知道星星王把女孩送回过去的原因 他决定和女孩签订契约 而女孩为了以后使用能力时不再痛苦便答应了他 接着一道强光闪过 女孩的手背上出现了一个金色的魔法阵 星之契约就此完成了 为了找到沉睡的四大星星王 女孩第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强大能力 谁知却意外俘获了傲娇少公爵的心 就在不久前女孩顺利和小松鼠签订了星之契约 接下来就要找个合适的理由留下小松鼠了 于是女孩当即带着他去找爸爸 起初爸爸见到他来找他以为是想让他读童话书 毕竟上次他可羡慕坏哥哥 结果在得知女孩只是想征求他的同意养松鼠后 他整个人当即轻轻碎掉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答应了宝贝女儿的要求 另一边西贝家族的罗本刚好来找哥哥玩 原来很快就要到博王举办的狩猎节的日子 届时四大公爵家都必须出席 这次他来除了告知哥哥这个消息外 更多的是好奇关于女孩的事 听到他的话 哥哥这才想起早上女孩被杰德带出去逛街了 为此杰德还在他面前臭屁了好久 原来是为了躲西贝家族的人 不过如果被西贝家族盯上确实也很麻烦 于是哥哥便决定帮女孩一把 如果你是为了见他才来的那真是让你失望了 因为我已经把他赶走了 罗本听到这话有些难以置信 尽管他知道哥哥一直都会把罗德公爵带回来的玩伴杆子 但女孩可是被罗德公爵亲自承认的养女 作为名义上的哥哥他当真如此绝情吗 哥哥眼看糊弄不了他便立刻下了朱克力 这顿时引起了罗本的怀疑 另一边女孩已经被杰德他们带着来到了一家服装店 服装店老板娘一见到他就对他喜欢的不得了 但女孩却有些不安 悄悄询问安娜不是说不能暴露他的身份吗 安娜听到这话当即让女孩放心 因为老板娘也是曾被公爵赐名开启新生的人 所以她对公爵是绝对忠诚的 而老板娘自从得知公爵收养女孩后就感慨万千 毕竟以前公爵夫人经常来她这里买衣服 那时她还说如果生了女儿 一定会让他们店给她做第一件衣服 只可惜她没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如今女孩的出现也算是变相完成了公爵夫人的愿望吧 女孩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猜到他们说的一定是七年前去世的哥哥的母亲 这里的每个人都那么缅怀她 看来她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人 而在她发呆之际衣服也已经换好了 安娜把她带到了大家面前 所有人都被她的模样可爱到 老板娘更是拿出了更多的库存招呼她换上 这热情的款待把女孩累得够强 不过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让女孩也是很新闻 只是想到哥哥对她嫌弃的模样又令她很介意 于是她便询问起杰德哥哥讨厌人类的原因 杰德表示哥哥并不是故意针对女孩 而是由于她强大的嗅觉超能力导致的 女孩一听这话立刻在自己的身上闻来闻去 没想到当时她身上的味道那么重 不过前世被关在地牢的时候 她也没少被送饭的侍女嫌弃 不知道哥哥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的想法 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 然后安娜便浑身是血地冲了进来 吓得女孩连忙上前关心 好在安娜的战斗力很强这些并不是她的血 但老板娘却不幸被坏人掳走了 正当他们对这次暴动一头雾水时 躲在一旁的店员告诉他们 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店里即将上的新品 打算用狼皮制作的缘故 众所周知塞尔家族的超能力是瘦人化 所有动物中他们最喜欢变成狼 所以他们也把狼视为家族的象征 因此对于要用狼皮做衣服的老板娘 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姑息的 所以才有了这次绑架事件 这时小松鼠突然感应到了星星王的气息 当即命令女孩去追寻她的踪迹 接着小松鼠施了法让女孩降低了存在感 然后他们便趁着大家不注意跑不出去 但一出门她又无法感应到星星王的位置 为了阻止星星王醒来 小松鼠当即就把感应的力量借给了女孩 希望通过女孩找到她 没想到女孩刚得到力量就找到了方向 结果等他们冲过去发现却是被掳走的老板娘 原来女孩在感应的过程中 听到了狼的声音便想救出老板娘 于是小松鼠就指导她使用能力让马车爆胎 但女孩却一个用力过猛制造了一场爆炸 这下算是彻底打草惊蛇了 好在突然来了个少年把塞尔家族那些人给供中 眼看少年要对老板娘下手 女孩当即冲了出来 琴米手下留情 那是我的朋友 小松鼠看不惯她那么低声下气的母娘 让她直接用武力解决就行了 但女孩不想那么暴力企图和上瘾解释 结果还没开口就差点发到 好在爸爸及时扶住了她 爸爸看到一旁的罗本冷冷问道 你不是早就和你爸爸回去了吗 罗本尴尬的挠了挠脸 我爸爸说还有点事要办就让我自己先回家 然后我看到你们家的裁缝好像被绑架了所以来看看 说到这里他偷偷瞥了眼女孩 发现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罗本瞬间脸红的要爆炸 她感觉自己好像坠入爱河了 她明明是家族里最优秀的超能力者 却还是无法拯救自己的母亲 自那之后她开始变得厌世讨厌所有人类 直到那抹小小的身影出现在她的生命了 成了她黑暗人生中唯一的救赎 前不久女孩意外通过爆炸事件 邂逅了拥有冰冻超能力的罗本 在看清她容貌的那一刻女孩当即愣住了 因为她似乎在前世去世前曾见过长大后的罗本 不过此刻的罗本是没有前世那段记忆的 所以女孩也没再多管 便跟着杰德他们一起回去了 但她却不知这次邂逅竟让小小的罗本对她一见钟情 以至于未来成了个超级年人精 而这次绑架事件最终在罗本爸爸的帮助下达成了和解 不过塞尔家族这次之所以那么偏激 都是因为继承人人选出了问题的缘故 原来他们家的次子居然比长子先觉醒了能力 而众所周知超能力一般只会遗传给一个孩子 所以最近他们家族内部非常不太平 不过比起他们家罗德家族就显得很和谐 德才兼备的哥哥负责继承家业 而女孩只需负责貌美如花就行 爸爸听到杰德这样说脸色逐渐阴沉 既然你这么清楚 为什么这次没有保护好他 杰德一听这话慌忙解释道 公爵大人您说的这叫什么话 还不是因为小姐太聪明了 以后去了皇家学院一定会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爸爸听到这话终于不打算再追究杰德的责任 只是他突然有些担心自己能不能顺利活到孩子们长大那天 另一边自从罗本邂逅女孩后 就每天给哥哥寄一些奇怪的信 为了不让自家宝贝妹妹被罗本祸祸 哥哥决定找他好好聊聊 谁知女孩只要一见到他就四处逃窜 于是哥哥只能不断阻拦 终于精疲力尽的女孩只能默默说出了逃跑的理由 还不是因为哥哥你嫌我臭 所以我才会躲着你 我害怕你会因为我身上的味道讨厌我 哥哥一听这话才想起自己以前的口无遮拦 于是只能尴尬地道起了歉 哎呦我当时那么说是因为你身上很脏 并不是使用能力后闻到的气味 其实说来很奇怪 每个生物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气味 而哥哥也能通过那些气味感应到那些人的情绪 就比如他母亲刚去世那会儿 他能感受到府里庸人对他的怜悯 那些怜悯令他觉得很烦躁 好像无时无刻不再提醒他妈妈已经不在了的事实 这也导致他越来越讨厌接触别人 本来他以为自己不会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 结果没想到女孩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出现 而且他身上还没有他讨厌的气味 所以他并不排斥他待在他身边 总觉得其实有个妹妹也挺不错的 看到他那副委屈巴巴的小命 但他忍不住谈了一下他的脑 好了小狗不管怎样你一点也不愁 这下你总放心了吧 相比之下你还是好好吃饭快快长大吧 和哥哥解开误会后 女孩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中 对此小松鼠表示很不解 他不能理解女孩为何如此拼命 明明以罗德公爵的地位足够让女孩一辈子一世无忧了 而且如今女孩进化诅咒也不会再感到痛苦 所以只要他想很快就能得到超乎意料的财富和地位 但小松鼠不知道的是 经历过那么痛苦的前世的女孩 如今最向往的就是自由和平凡的生活 她宁愿靠着自己的双手挣钱 也不想再沦为别人进化诅咒的机器 因此她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行 这时爸爸刚好来探望她 看到爸爸身上愈发浓郁的欧姆 女孩忍不住悄悄询问小松鼠爸爸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还能活多久 在得知爸爸仅剩两年的寿命后 女孩突然萌生出了报恩的想法 毕竟爸爸是真的把她当作亲女儿来疼爱 所以这一次就由她来拯救爸爸吧